祝福大家 下午跟大家分享的是不作愚患人 在这个世界里面生活 我们都会看到有不同的人的一种表现 有的人你觉得他非常好 有的人你会觉得他非常好 有的人很安静 有的人话很多 有的人的说话很多 有的人很诚实 有的人偏爱说谎 有的人很喜欢天天到人家家里 东坐西坐讲讲话 要不然就是常常拿起电话 有事没事聊聊天 每一个人生活的方式内容不一样 如果就我们自己个人来看的时候 就是我们自己个人来看的时候 有时候会快乐 有时候会快乐 有时候难过 有时候会难过 有时候像花呆一样在想事情 有时候会好像发呆在想事情 有时候会生气 有时候会生气 有时候安静 不管怎么样 无论怎么样 我们人的行为的表现 我们人行为的表现 圣经有提醒我们 圣经有提醒我们 我们不要做一个愚患人 我们不要做一个愚患人 不单愚患人的意思 愚患人的意思 除了愚笨 除了愚笨 就是在愚笨中间 非常地顽耿 就是在愚笨的中间 非常地顽耿 就是那个个性很硬 不懂地悔改 就是那种个性很硬 不懂得去悔改 错改了就好了 错改了就好了 错偏要去做 但错偏要去做 甚至明明知道是犯罪的事 甚至明明知道是犯罪的事 错误的事 还是要执意去做它 仍然是执意要去做 愚患人的现象就是这样 愚患人的现象就是这样 有些人智商比较低 有些人的智商比较低 反应比较慢 但是他还不至于做坏事 但他都不至于会做坏事 这个愚患人就不同 所以故意去做坏 也是故意去做坏 然后用坏事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然后用坏事去达到自己的目的 所以就约圣经里面 所以在教育圣经里面 在原文用愚患人这个字的时候 在原文用愚患人这个字的时候 跟有一个人的名字 用的字是一样的 同一个人的名字所用的字是一样的 但是那个人的名字 就是亚比戒的前任丈夫 就是那个人的名字 就是亚比戒的前任丈夫 为什么特别提到亚比戒这个妇人 为什么特别提到亚比戒这个妇人 他是后来才嫁给大卫的 他前任丈夫是谁 他前任丈夫是谁 就是喇叭 就是喇叭 小气鬼 小气鬼 愚腕 明明知道神与大卫同在 大卫叫仆人说能不能 我们这几天没有吃饭 给我们一点吃的 大卫叫仆人说我们这几天没有吃饭 可以给我们一些东西吃 他不但不给 而且说得很坏很毒的话 而且说了一些好坏很毒的说话 大卫是谁我不知道 大卫是谁不知道 这个人没有用怎样怎样 这个人没有用怎样怎样 你没有能力你就讲一声 你没有能力的就讲一声 你不要再做坏事 不要再做坏事去侮辱人 所以喇叭这个人的名字 所以喇叭这个人的名字 跟一万人用的这个字 是同一个字 跟余万人所用的这个字 是同一个字 在真言里面表达是一万人 在真言里面表达的是余万人 用在人名就称作喇叭 但用在人名的时候就称为喇叭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撒末尔记上的二十五章 我们来看一下撒末尔记上的二十五章 撒末尔记下二十五章 二十五章的第一节 一直到四十二节 撒末尔记上的二十五章 撒末尔记上的第一节 一直到四十二节 撒末尔记上的第二十五章 这个整章里面 就是在做有关 这个拿巴 因为愚患 后来被神击打死了 这里就是记载 拿巴因为愚患 后来被神击打而死 他不尊重神的仆人 他不尊重神的仆人 不尊重神选高的一个君王 他不尊重神所选高的君王 记载在36节到38节 记载在36节38节 到了隔天的早上 去到隔天的早上 这个拿巴他醉就醒过来了 拿巴他醉就醒了 然后他的妻子亚比丐 然后他的妻子亚比丐 就对着他说 就跟他说 你昨天发生这种事 你昨天发生了这样的事 侮辱大卫 侮辱大卫 结果他带了几百个人 要本来过来攻打你 本来他带了几百个人 要过来攻打你 后来我去处理了 送一些粮食给他们 送了一些粮食给他们 所以把这件事平和下来 所以就将这件事平和下来 太太亚比丐这样讲 太太亚比丐这样讲 这个拿巴才知道 哇不得了 那这个拿巴才知道 原来不得了了 他整个害怕 他整个人都非常害怕 像师父一样 38节 过了十天 过了十天 神击打拿巴死了 神就击打拿巴 他就死了 所以一个愚患人做事很不聪明 如果无知做 还讲得过去 如果无知这样去做 还讲得过去 他后来会知道会改 他后来知道了就会悔改 你知道这样不对 但是你还是执意这样做 但是你只是执意一定要这样去做 故意做 除了表达一种心胸的不好 在信仰上面是不敬畏神 没有好的信仰生活 没有好的信仰生活 故意继续做坏下去 故意继续做坏下去 就会被神击打 就会被神击打 并不是大卫多厉害 不是因为大卫有多厉害 而是神选选他要做他的仆人 做国王 所以神的与他同在 所以神的灵就与他同在 在对这种人 故意做坏 当你对于这种 故意做坏的人 你对这种人 就是像大卫这种 你要故意做坏 如果你好像对着大卫 这种人要故意去做坏 神都看见 神都看见 所以十天后神出手 击他拿拔死了 所以十天之后 神就出手 击打拿拔 他就死了 所以他的行事为人 就跟他的名字 解释出来 一万人是一样的 所以就跟他的名字 解释出来 愚患人是一样 我们来看一下 以赛亚书的三十二章 我们来看一下 以赛亚书的三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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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看第六节 请看第六节 以赛亚书三十二章 第六节 旧约圣经八百四十一页 在旧约圣经八百四十一面 第六节 因为愚患人必说愚患话 心里想作罪业 惯行蝎毒的事 说错谋的话 攻击耶和话 使惊我的人 无食可吃 使口喝的人 无水可喝 在这里 这一句话 我们可以看到 当时大卫和他的部下 没有东西吃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当时大卫和他的部下 没有东西吃的时候 知道喇叭他们很有钱 所以去那边讨一些食物要吃 所以就去那边问他们 拿东西吃要吃 你如果没有 你不愿意 你也不要去侮辱人 如果你没有 或者你不愿意的话 你都不需要去侮辱人 但是喇叭真的像他名字一万 但是喇叭真的好像他的名字一样 那么一万人的表现是什么呢 说愚患的话 就是说愚患的话 心里作孽 喜欢亵渎人的事 心里面想作罪业 喜欢去做一些 说错谋的话 说一些错谋的话 甚至讲大卫小看的时候 也攻击到神了 甚至小看大卫的时候 也都会攻击到神 所以让那些需要 被帮助的人得不到帮助 所以就令那些 需要得到帮助的人 得不到帮助 所以这个典故 在选民甚至先知里面 都知道有这样的事发生 所以这个典故 甚至在选民当中 都知道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所以这个成为他们以色列百姓 在信仰上面的一种传承的教导 所以这件事情就成为以色列百姓 在信仰上面传承的教导 我们再来看约翰一书第二章 约翰一书第二章 约翰一书第二章 请看二十二节二十三节 请看二十二二十三节 约翰一书第二章 约翰一书第二章 二十二二十三节 二十二节 谁是说方话的 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 不认父与子的 这就是敌基督的 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 认子的连父也有了 在这里告诉我们 一个一万人 他讲话是不尊重神的 一个愚患的人 他讲话是不尊重神的 所以他的心里面没有天父 跟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 所以他讲的说话里面 是没有天父 和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 其实讲到 有承认父与子 都是在讲耶稣基督就是了 其实讲到有承认父与子 就是承认耶稣基督 所以父与子 其实都是讲着耶稣基督的 其实父与子 都是在讲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不要成为一万人 所以我们不要成为愚患人 这个一万人 真的会跟耶稣基督的 道理和生命隔开来 愚患人真的会 跟耶稣基督的生命 和道理隔开 今天我们的为人和眼光 今天我们的为人和眼光 不要只顾着 我们眼前的世界 只顾着今生的需要 只是顾着今生的需要 愚患人他只是短视尽力 愚患人他们只是短视 他只要跟他有利益 在现实的生活里面 他只抓住这么眼前的一个享受 在现实的生活里面 他只顾着 眼前的一个利益 掛着这个现实的享受 和利益 现实的那种感觉 所以他不懂得永生 所以他们不懂得永生 他不懂得今生的平安 也都不懂得今生的平安 要怎样建立来追求 如何去建立和追求 如果我们信主 信到成为一万人 那很自然的今生的平安 所以很自然的今生的平安 将来的永生 就会离我们很远了 就会离我们很远了 所以我们拿出刚刚几个经文 所以我们拿出刚刚几段的经文 就是提醒我们 不要像拿拔一万人的这种表现 那我们如果更深入地做了解的时候 如果我们更加深入去了解的时候 我们就来根据诗篇诗诗篇 我们就来根据诗篇的十四篇 来谈一谈 来讲一讲 有关在这方面 我们可以怎样去避免 有关在这方面 我们可以怎样去避免 请看诗篇的十四篇 请看诗篇的十四篇 十四篇 它整个经文里面 在十四篇的整段经文里面 对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教导 对我们一个很好的教导 它总共有七节 总共有七节 那首先我们就来看看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 在这个七个经文里面 在七节的经文里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个人的世界 我们来看一下人的世界 他们所说的 所看所做的 他们所说所做 所看的 对人的认识 对人的认识 就可以看出真的 有时候想法做法是很妩媚的 有时候真的看得出 人的做法和想法 所以第一个我们要谈到 对于人的认识 有关一万人的表现 所以我们第一段就是看对于人的认识 愚患人的表现 我们请看这个 第三节 第三节 这里说他们都偏离了证物 第三节这里说他们都偏离正路 一同变为污秽 并没有行善 并没有行善 连一个也没有 连一个也没有 这里讲到他们 这里所指的他们 你要往前面去看 你要向前面看 看到第一节 看到第一节 就是针对愚患人来说话 他们认为没有神 他们认为没有神 所以他们做事 不按照神的规矩来 所以他们做事 就不按照神的规矩 偏离正路 甚至行邪恶 甚至行邪恶 所以一万人基本上 他没有神在心里面 所以愚患人他们基本上 没有圣洁 没有圣洁 所以第三节才说 所以第三节 这些一万人都成了污秽的人 这些愚患人都成为污秽的人 所以愚患人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愚患人基本上就是这样 在这个世界 在这个世界 有一些思想 有一些主义 有一些理论 有一些理论 真的没有神 不管他是研究多高深 他的学历多好 无论他研究得多高深 他的学历多好 或者坐多少位置 或者坐在什么位置 但是他心中没有神 但他心里面没有神 这就是愚患人 这个就是愚患人 在中世纪的时候 在中世纪的时候 在欧洲有一个学者 好像应该是华国那边 好像在法国那边 因为新教的花展 因为新教的发展 很多各种神学学派跑出来 其中有一个人就 出来讲得让全世界很震撼 其中有一个人出来讲了的话 让全世界都很深厚 应该是华国的一个学者 叫做尼采 应该是一个法国的学者 叫做尼采 他出了一个理论 他有一个理论 写了一本书 他写了一本书 叫做神已经死了 叫做神已经死了 他用社会现象 他用社会的现象 在强调人文主义的时候 在强调人民主义的时候 他认为这么多学恶 他认为这么多的邪恶 这么多没有进步的地方 这么多的政治乱象 这么多的政治乱象 表示我们中间神已经死了 表示在我们的中间神已经死了 用这个来说神已经死了 用这一件事来说神已经死了 这是不对的 其实信仰是个人对神 其实信仰是个人对神 是你自己心中有没有神 是你自己心里面有没有神 你愿不愿意走这条真正合乎圣经的信仰的道路 你愿不愿意走这条真正合乎圣经的道路 无需这个社会来看呢 不是用这个社会来看 社会人的世界是越来越坏的 这个社会人的世界是越来越坏的 如果不回归到心中有神 如果不回归到圣经的道理里面寻求神 不回归到圣经里面来寻求神 不悔改归向神 神对你说是 神对你而言是死的吗 神对你而言是死了 其实不是的 而是你没有去寻找 而是因为你没有去寻找 他一直在等待人 希腊有一个作者这样作诗 其实我们的生活 生命动作是否存留 其实我们的生活 生命动作是否存留 都在乎这位神 都是在乎这位神 他离你我不远 他离你我不远 意思就是要寻找 意思就是要去寻找 神怎么会死 神怎么会死 神死了 这世界也没有了 如果神死了 这个世界也没有了 人也没有了 因为照圣经的说法 神创造这世界万物 神创造这个世界万物 神创造我们这个人 神创造人 所以他这个说法是错的 所以这个说法是错的 但是到了二十世纪 但到了二十世纪 19多多年的时候 在一九几年的时候 美国又有人讲 美国又有人这样讲 神死了 神死了 他借着美国的乱象 他借着美国的乱象 全世界的这种政治利益 全世界的政治利益 又宣布神已经死了 又宣布神已经死了 他一寻完 全世界的宗教家 全部发表文章去骂这个人 他一寻完之后 全世界的宗教家 都发表文章去骂他 骂到后来这个人不见了 多起来 骂到后来这个人不见了 躲起来 怎么可以随便乱讲呢 他为什么可以随便乱讲 所以这些没有神在心中的人 所以这些没有神在心里面的人 讲话都乱讲 说话的时候都乱讲 事都乱做 事都乱这样去做 对这个世界来讲 对神的国度来讲 对神的国度来讲 你是一个污秽 所以圣经讲的没有错 所以圣经讲的没有错 我们再来看第五节 我们再看第五节 第五节 他们在那里大大的害怕 第五节那里说 他们在那里大大的害怕 因为神在义人的族类中 因为神在义人的族类中 还是继续在讲这些一万人 他们害怕 为什么害怕 为什么害怕 他们作孽 因为他们作孽 他们偏离正路 甚至常常要残害吞吃神的选民百姓 甚至要常常去残害吞吃神的百姓 他们在一起跟神的儿女在一起 他们也不求靠神 他们求的是什么 精神的荣华富贵 精神的享受 最近我们香港的新闻媒体 一直在讲有些人的行为 真的不好 然后又看那个美国选总统 台湾要选总统 然后再看美国选总统 和台湾要选总统 好像对方在攻击 那个人都变不好 对方在攻击的时候 人都变得不好 有神的教会在这个世界 有神的教会在这个世界 已经受使归入主名下的信徒在这个世界 有已经受使归入主名下的信徒在这个世界 但是这里说 恶人终究会怕神的儿女神的百姓 但这里说恶人终究会怕神的百姓 神的儿女 因为他们后来发现 原来神是住在神的儿女中间 因为他们后来会发现 神是住在神的儿女中间 真的 当世人看见你有神同在 因为真的 当世人见到你有神的同在 过去欺负你的 过去欺负你的 看少你的 不在意你的 不在意你的 后来会怕 后来会尊敬你 会尊敬你 因为发现你有神同在 愚望人 只先得到权势 甚至权利 愚望人起先得到权势和权力 但是他终究没有办法站在神的儿女面前 但他们终究是没有办法 可以站在神的儿女面前 他们想到以后 想到种种问题会害怕 想到以后种种的问题就会害怕 我们再来看第二节 我们再来看第二节 这里说 神从天上垂看世人 这里说 神从天上垂看世人 要看有明白的没有 要看有没有明白的 要看人有没有寻求神吗 要看人有没有寻求神吗 要看人有没有寻求神 哇 你看 不管人怎么做 你看无论人怎么做 神在天上看我们 神就会在天上看我们 看我们有没有明白神的道理在做人 看看我们有没有明白神的道理在做人 行事为人有没有按照神的道理走 看看我们的行事为人 有没有按照神的道理来走 一万人有吗 一万人有没有 一万人没有 就将来被毁灭 所以将来他们会被毁灭 神在天上还要看我们有没有寻求他 神在天上还要看我们有没有寻求他 所以从这里可以了解 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了解 神每天每天查看我们人的心 所以我们真的要实实在在 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 所以我们真的要实实在在 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 不要随便乱做乱说 不要随便乱讲乱做 我们基督徒的心胸要宽一点 我们基督徒的心胸要宽一点 神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耶稣为我们 地狮之架 神在我们还是做罪人的时候 耶稣为我们钉十指甲 他已经事先要拣选我们了 我们算什么 我们从小到大 最厉害的就是一个嘴巴 我们从小到大最厉害就是我们的嘴巴 我们曾经也是健康过 我们曾经都健康过 我三十岁怎么爬山也没有关系 二三十岁的时候怎么爬山也没有关系 怎么努力工作也没有关系 怎么努力的工作也没有问题 白天做晚上做 体力很好 体力很好 但是我们到了五六十岁七八十岁的时候 但是当我们去到五六十岁七八十岁的时候 我们的体力就差了 我们的体力就会差了 你想要再像年轻这样 毫不乱跳很困难 你想像年轻的时候 那么活潑乱跳就很难了 我记得学生时代怎么打球 怎么跑跳都没有关系 我记得在学生的时代 如何去跑跳打球都没有问题 我第一年来香港 我第一年来到香港 就跟青年讲 走我们有时候去打篮球 就跟青年说 走我们有时候去打篮球 跟他们去打了 跟他们去打了 体力还可以 但是要跳的时候 没有像二三十岁 可以在空中停留一两三秒 但是要跳的时候 就不像年轻的时候 可以在空中停留两三秒 意思就是说你跳得高 你下到地上慢 意思就是说你跳得高 但是下到地上就慢 现在跳不一样 可能跳起来 离开地面两三公分 不到一秒 又下来了 可能现在跳的时候 离开地面 不够两三公分 一秒就跌下来 记得以前跳打篮球 跳要抓那个篮球的王 都还抓得到 记得以前打篮球 要跳的时候 要去抓住那个蓝板 都很容易 现在跳不一样 但是现在就不一样 还想停留在空中 还没有一秒已经下来了 想跳 但是停留不够一秒 就已经跌下来了 怎么可以跟年轻人讲 空中的那个球呢 人也是要苦老 人也是会老 体力下降 我们要苦老 体力下降 我们要俯老 但是我们心智不要老 尤其在信仰上面 要坚强 尤其是在心智上面 要坚定 要坚定 所以有时候 我们以后年纪大要注意 所以我们以后年纪大了 要注意 你不要什么体力都衰退了 但是你的嘴巴永远厉害 那个不好 但你不要所有的体力都衰退了 但是你的嘴巴仍然那么厉害 走路走不好 那个嘴巴怨怨怨怨怨怨 到处讲别人都不是 有些人对脚不好 但是周围说别人的不是 不用这样 不需要这样 体力下降 各方面已经不够了 各方面已经不够了 我们就安静 好好灵修 好好灵修 你真要讲话 你好好想我讲 对别人有造就吗 以后我就讲 有我们就讲 没有我就不讲 讲了会伤感情 是一种伤害 我宁愿自己往里面放 我宁愿把这些说话 放在心里面 然后祷告主 求神打开我的心 但没有关系 不要紧 年纪这么大 何必跟年轻人晚辈计较呢 何必跟年轻人 跟晚辈计较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你会发现 神跟你同在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你会发现神跟你同在 而且你可以好好地修养自己 你跟神的关系很亲密 你跟神的关系 就会很亲密 要把过去的血气方刚拿掉 要把过去的血气方刚拿走 那些愚患人他非常血气 那些愚患人非常的血气 愚患人讲话就是很不好听 愚患人讲话好不好听 我讲到后来不通 怎么样 谁怕谁打 我以前是干什么的 真的要打的时候 人家推一下就打了 真的要打的时候 人家推你一下就倒下来了 其实不用这样 要沉得住气 要沉得住气 忍耐力要够 然后心胸要宽 然后心胸要宽 这个 蔣经国李登辉当选总统的时候 在蔣经国在李登辉当选总统的时候 这里谁当我不清楚 那边我就看过 那边我就看过 有一个国家的执政叫陶百川 有一个国家的执政叫陶百川 这个算是他们长辈了 算是他们的长辈 他就这样勉励做总统了 他就这样勉励做总统了 心要宽 心要宽 要像大象一样 要像大象一样 能够吞很多的食物 可以吞很多的食物 他认为这样是不够 他觉得这样做不够 他说心宽的要像什么呢 他说心宽的要像什么呢 要像一座大海 他 那个海不是无缘无故这么多的水 海不是无缘无故 会有这么多的水 海水从哪里来 海水从哪里来 有人说水上去蒸花 下来下雨就有海水 有人说水蒸发了上去 下雨下来就会有海水 有多少条的河流流到这个海 有多少条的河流流到这个海 再多的河流的水 那个海都可以吞了 再多的河流的水 那个海都可以吞下来 如果那一帘的水 河水多 它不能吞了 那不叫海吗 如果那一帘河流的水 很多大它吞不下 那就不是叫海了 我们今天的心胸也应该要这样 让我们的心胸宽大 愚患人除了心中没有神 愚患人除了心中没有神 再来他心胸很窄 再来就是他们的心胸很合宅 有些人你稍微问他一下 对不起请问一下 他转过来骂你 有时候你稍微问一些人 对不起我想问一下 他转过来骂你 有些人很客气的跟你问 你转过来 干什么我在忙啊 人家很客气和问你 但是你就转过来 很恶地说干什么 他们问你是长辈 他们问你是长辈 长辈受伤 长辈受伤 他们问你是晚辈 他受伤 他受伤 以后就不敢再来问你了 我们做人不要这样 做人不需要这样 愚患人的心胸真的很窄 你要能够拨一点时间 去服务 去回答 人家很感激的 如果你可以拨一点时间 你去服务 人家都会很感激你 回答也不掉你一根桃花 你去回答人家 都不会少你一条口法 服务也不会让你的公司倒闭 你去服务一下人家 都不会让你的公司倒闭 所以我们要了解 所以我们要了解 要撇开一万人的这种做法 第二节讲得很清楚 第二节讲得很清楚 不管你怎么做 无论你怎么做 这些一万人神都在天上查看 你到底有没有明白我的道理 你到底有没有寻求我这位独一真神 你到底有没有尋求我这位独一的真神 如果这两个都有 你自然的心灵的修养会改变 你自然心灵的修养就会改变 行为也会改变 所以来教会聚会 来查考圣经 甚至听道理 甚至听道理 对我们的帮助很大 让我们知道原来有这样的认识 让我们知道原来有这样的认识 我们看到了神对一万人的看法 我们看到神对一万人的看法 也看到了一万人的表现 现在我们要来谈的 就是从圣经里面来看 哪一种做法是一万人 我们去了解的时候 我们才可以避免不要做这些事 那你不做这些事 你就不是一万人了 那你不做这些事 你就不是余万人了 你就笑一笑 感谢主 还可以了 你还笑一笑 就感谢主 还可以 那个感觉也不错 当然要努力的 每一个人的空间很大 但至少 我们不要触犯这些事 成为余万人了 但至少我们不要触犯这些事 成为余万人 余万人要承受神的国度 是比较不可能的 我们首先来看一看 我们首先来看一看 余万的人 在圣经里面怎么说 在圣经里面怎么说 请看十四章的第一节 我们请看十四篇的第一节 这里说余万人心里心中没有神 这里说余万人的心里面说 心里面没有神 他们行邪恶 他们行邪恶 没有一个人行善 所以这个第一个特点是告诉我们说 余万人是不承认神的人 这是他们第一个做法 这是他们第一个做法 我们再来看七十八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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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十八篇 请看第十八节 他们心中是探神 除自己所欲得求食物 在这里 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的一个历史 在这里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的一个历史 诗篇里面有几篇属于历史的诗歌 在诗篇里面有几篇是属于历史的诗歌 一个是七十八篇 一个是七十八篇 一个是一百零五篇 一个是一百零五篇 一个是一百零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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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是一百三十六篇 一个是一百三十六篇 这几篇都是跟以色列选民历史有关系 七十八篇的十八节 这个以色列百姓在旷野中心中常常试探神 然后随着自己所想要的来寻求食物 然后随着自己心里所想要的去寻求食物 如果他们是贪色的就去贪色 如果他要贪利益他就贪利益 十九节 而且下妄论就是错误的说法来面对神 并且他妄论就是用错误的说法去面对神 所以这两节让我们看出这是一万人的做法 所以这两节就是这样 我们看得出他们是愚患人的做法 而是非常直接亵渎神的名的人 是非常直接去窃读神的名的人 所以有很多人被惩罚而死在旷野中 所以很多人因为被惩罚而死在旷野当中 那都是一万人的做法 所以我们不要随便去窃读神的名 耶稣说 不能窃读神的圣灵 你窃读神的名也是窃读神的圣灵 你窃读神的名也是窃读神的灵 因为圣灵就是神 所以这些动作我们不要犯 犯到这些毛病是麻烦的 不能窃读神 我们再来看真言十四章 真言十四章第九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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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 一万人犯罪以为是一种游戏 所以搞政治搞生意的人 很爱欺骗说谎的人 这些都是一万人 他把人玩在手中 他以为这是聪明 以为这是智慧 这是一万人的做法 其实这是一万人的做法 这样错误的 有利益我就用你 没有利益我就把你踢到一边 甚至毁灭你来保护我 这样很不好 这就是愚万人 我们再来看 店里比书的三章十九节 我们再来看匪立比书的三章十九节 三章十九节 第十九节 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淋 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徒福 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 尊以地上的事为念 在箴言十四章那里谈到 在箴言十四章那里说 愚万人他喜欢犯罪 愚万人他们喜欢犯罪 把人当作一种游戏手段在处理 将人当作一种游戏的手段来处理 就跟弗里比书讲的三章十九节 就跟弗里比书讲的三章十九节 他们的神是自己的肚子 肚子代表今生的名利地位和虚荣 肚子代表今生的名利地位和香荣 他们以羞辱就是犯罪的事当作荣耀 他们以羞辱就是犯罪的事当作荣耀 所以以这些犯罪的是为荣的人 叫做愚万人 所以以犯罪的事为荣的人 就叫做愚万人 用犯罪来戏耍人 用犯罪来弃耍人 我们不能这样 我们不能这样 箴言十四章那里说 在箴言十四章那里说 正直的人互相喜悦 正直的人互相喜悦 就是用正直的心跟人家相处 不要你利用我 我利用你 不要你利用我我利用你 这不合圣经的做法 应该是互相帮助 互相喜悦 才能够避免一个愚万人的做法 我们再来看愚万人的现象 谈到第四个方面 请看箴言第一章 第七节 箴言第一章第七节 箴言第一章第七节 他会从神那里得到知识和智慧 会得到恩典 但是一万人呢 但是愚患人呢 他藐视神的知识教导和智慧 他们藐视神的知识 智慧和教导 所以藐视智慧的人 这也是一万人 所以藐视智慧的人 也是愚患人 我们不是一直当学生 一直在读书 我们不是一路做学生 一路在读书 我们常常讲智慧聪明 我们常常讲智慧聪明 就一般的社会来讲 以一般社会来讲 我们的智慧聪明是什么 我们的智慧聪明是什么 就是你会解决问题 就是你懂得去解决问题 你会让这件事情 按照工作处理得很好 你可以让这件事情 这个工作可以处理得很好 得到解决的方法 得到解决的方法 这些都是智慧聪明 这些都是智慧聪明 你在公司上班 你帮公司得到利益 你在公司里面上班 让公司得到利益 这个就是你的能力 这些方法是你的智慧聪明 但是圣经讲的智慧聪明 但是圣经所讲的智慧聪明 是超越这些人了解的方法 因为这个智慧聪明 是跟神的国度永生是结合的 就是圣经神的话 所以我们不能藐视圣经神的话 所以我们不能藐视圣经神的话 藐视的人是愚患人 我们再来看第五个 我们再看第五个 请看传道书第二章 传道书第二章 传道书第二章 十四节 传道书第二章 十四节 智慧人的眼目光明 如没人在黑暗旅行 我却看明有一件事 这两等人都必遇见 这里讲 人会遇见 不同的环境问题 人会遇到不同的环境和问题 但是 智慧人他眼光明亮 但是智慧人的眼光明亮 他可以避开犯罪的事 他们可以避开犯罪的事 但愚患人愚昧人就不同了 但是愚患人愚昧人就不同了 他们有一个现象 喜欢在黑暗里面 他们有一个现象 就是喜欢在黑暗里面生活 在黑暗里面生活 我们不要做这样的愚患人 神耶稣基督 好不容易把我们 从罪恶黑暗中救赎出来了 神耶稣基督很不容易 将我们从罪恶黑暗里面救出来 我们应该有一个更新的 新人的生活 我们应该有一个更新新型的生活 那怎么可以再回去黑暗呢 怎么可以再回去黑暗呢 你成为光明的子女了 你已经成为光明的依女了 怎么再回去做愚患人呢 怎么可以再回去做愚患人呢 我们不要在黑暗里面行走 所以我们就不要在黑暗里面去走 我们再来看第六个现象 我们再看第六个现象 请看耶利米书第十章 请看耶利米书第十章 耶利米书第十章 耶利米书第十章 第八节 第八节 十章的八节 十章的八节 第八节 他们尽都是畜类 是愚昧的 偶像的愚悔算什么呢 偶像不过是木头 在这里讲 在这里讲 一个亿万人 一个愚患人 不要寻求真神 他们不要去寻找真神 他喜欢怎么样 拜偶像 他们喜欢拜偶像 就听从那个不能讲话偶像的一些传说 就是听从那些不懂得说话偶像的传说 你重视这个不重视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的圣经的讯会 你重视这个 但是你不重视创造宇宙万物真神的讯会 他一天不改正 他一天都不改正 他一天就是愚患人 我们不要有这种现象 我们不要有这样的现象 再来看第七个现象 再来看第七个现象 请看真言28章 请看真言28章 28章28章28节 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恶人的现象 我们在这里看到恶人的现象 表达出来就是一种恶人的做法 所以他们常常认为自己以为是 所以他们常常都自以为是 所以我们要撇开这种心态 所以我们要撇开这种心态 他得事的时候 他欺负别人 他失去权势的时候 他失去权势的时候 他又会躲避 这种人常常会见风转舵 这种人就是会见风洗脱 自以为是 自以为是 我们不要陷入这种一万人的现象 28章他用恶人这个字 都在表示这个一万人的做法 28章都是用恶人这个字 来表达恶人的做法 我们再来看这个路加福音 我们再看路加福音 12章 路加福音的12章 路加福音的12章 请看20节 请看20节 12章的20节 12章的20节 第20节 神却对他说 在这里 主耶稣用比喻来讨论这个无知的财主 这里耶稣用比喻来说这个无知的财主 这个一万人 其实他是因为心中没有神 他非常无知的 这个愿人因为心里没有神 所以他非常无知 耶稣就问这个问题了 如果今天你的灵魂 你的生命被拿走 你的这些财富要归谁 如果今晚你的灵魂 你的生命被拿走 你所准备的要给谁呢 有的人会说 给孩子啊 有的人就说 给孩子啦 至少做父母的本分啊 这个至少做父母的本分 孩子能不能守也不知道啊 孩子能不能守得住 也是一个问题 现在的孩子不好养啊 现在的孩子不容易养啊 父母就一直要对孩子好 为他设想 父母就一直对孩子好 为他们着想 孩子有的不领情啊 但是有些孩子 他们是不领情啊 他们觉得是理所当然啊 他如果要十万块港币 你不给他 他就说你这个父母不好 他们要十万元的港币 你不给他就说你不好 生我 你不养我 你生我 也不养我 他不晓得自己要成长养自己啊 他不知道自己要去成长 要去养自己 孩子的想法啊 不同于我们过去的 这些吃苦的长辈啊 现在的孩子的想法 不同于我们过去 挨苦的长辈的想法 但是有些事情就差不多 但是有些事情 很多人都是要靠钱财 很多人都是要靠钱财 他以为有了钱财 我什么都可以了 他以为有钱 就什么都可以了 可能有些事情是这样的 但是你真的拥有很多钱啊 但是你当你真的拥有很多钱啊 你突然生病 生命没有了 这个钱你靠不住啊 你突然间病了 没有了生命 这些钱都靠不住啊 这个世界很多乱象啊 这个世界有很多的亂象 真的专门做欺骗人 然后赚钱啊 有些人专门去欺骗人 专门赚钱的 有些人做不法的事来赚钱 有些人做不法的事来赚钱 这种人都是很无知啊 这种的人都是非常无知啊 用钱财来走出他的人生 用钱财来走他的人生 钱财我们需要 钱财是我们需要 但是我们是要靠主生活的 但是我们是靠主生活 一万人他心中没有神 一万人他们心里没有神 无知 钱财很多事情也不能解决啊 钱财很多事情也不能够去解决 有些人为了增加你的财产 有些人为了欺欠家里面的财产 弄得很不愉快啊 搞得很不愉快啊 所以有些父母一生气啊 就刚才把钱财捡给教会 或者是慈善团体啊 所以有些父母一生气起来 就将所有的钱捐给教会 或者是慈善团体 觉得孩子很不好 觉得孩子不好了 所以钱财是一定吗 所以钱财是不是一定呢 是不一定的啊 我们最后再看一个现象 我们最后再看一个现象 马太福音七章二十六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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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章二十六节 七章二十六节 凡听见我者话不去行的 好比一个无知的人 把房子盖在沙土上 在这里啊 在这里啊 讲到 这个 听见主的话不去行的 讲到听见主的话不去行的 就好像一个无知的人 把房子盖在沙土上 就好像一个无知的人 把房屋盖在沙土上面 这句话我们可以讲得更简单一点 这句话我们可以讲得更简单 听见主耶稣的道理的人 听见主耶稣道理的人 不去行的 不去行道的 就是无知 就是无知 你房子盖在沙土上面 那个大雨水来了 洪水来了 这个房子会跟着沙土流走 你的房屋盖在沙土上面 当大雨大风沙来的时候 就会跟着沙土沖走 无知的人就是愚患人 听到神的道理不去行 你就是愚患人 听到神的道理不去行的话 你就是愚患人 你不知道生活应该放在哪里 你不知道生活应该放在哪里 重点根基放在哪里 重点的根基应该放在哪里 就是放在神的道理里面 你听到神的道理不去行 就是愚患无知的人 你听到神的道理不去行 就是愚患无知的人 其实圣经还有很多的 有关这方面的说法 其实圣经还有很多 有关这方面的说法 我们提出九个到十个的经文 我们只是提出九个到十个经文 来了解一万人的做法 想法是这样的 了解到原来愚患人的做法 和乱法是这样的 那我们的主题勉力就是 不做一万人 我们的主题勉励就是 不要做愚患人 既然受洗信主 我们要做一个实实在在 敬畏神的基督徒 我们要做一个实实在在 敬畏神的基督徒 所以我们就要鼓励自己 甚至立志不做一个愚患人 所以我们就要鼓励自己 甚至立志不做一个愚患人 那不做愚患人 要做什么样的人呢 这可能是我们最后的一个焦点 这个就是我们最后的一个焦点 做一个结论 我们来看以乎所书第五章 以乎所书第五章 以乎所书第五章 十五节 五章的十五节 五章的十五节 你们要谨慎行事 不要像愚悔人 当像智慧人 在这里告诉我们 我们要像智慧人 当然这里讲到智慧人 要懂得珍惜自己的时间生命 要懂得明白神的旨意 要懂得明白神的旨意 要被圣灵充满 就是要我们像智慧人一样谨慎行事 我们不做愚患人 我们要做智慧人 就是回归到圣经神的话 成为神所喜欢的人 成为神所喜欢的人 愿神祝福大家 唱诗183首